大家好,今天还是我跟Joe给大家讲初级英语课的第六周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有助动词 主要是两个助动词,can还有do 然后我们要讲一些特别常见的职业 等别人问你是做什么时候怎么介绍自己 当然还有一些常见的技能和学科 就是一些常用到的动词和名词 好,那么就开始 首先呢,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助动词 在中文里呢,其实也有助动词 比如说表示能,能够表示一种能力的时候 这个能就是一个助动词 那在英语里呢,也有这个能 但是呢,更常见的是另一个,就是这个do do呢,既表示他自己存在的时候 做动词讲的时候是做的意思 当助动词表示,做助动词讲的时候 它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它会跟实际的实义动词连在一起使用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讲了,叫一般现在时 什么是一般现在时呢 一般现在时就是表示目前的客观的一个状态 对吧,并不是说我正在做什么 或者我昨天做或者明天做 都没有这个实态上的表示 只是描述一个客观现实 比如说我喜欢你 中英文怎么说,I like you I like you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实态,对吗? 主语加动词加受格 对吧,就是我喜欢你 那我要说我不喜欢你怎么说呢? I do not like you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 助动词帮助我们表达这个否定的形式 这时候这个do 助动词就出现了 怎么写呢?是这么写 I do not like you 您可以观察到它的语法是什么? 是主语加助动词的否定形式 这个not就是不的意思 对吧 我不,然后加动词like 然后加受格 you 我不喜欢你 对吧 那我们再换一个人称 我要说他喜欢你 男他喜欢你 怎么说呢? He likes you He likes you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这个第三人称单数 动词要根据 第三人称单数 变 这个like怎么变呢? 就是加 就是加 加 加 s like 对吧 He likes you 表示他喜欢你 那我要表示一个否定形式 我说他不喜欢你 我们中间就要 刚才说的语法 就要在动词和主语中间 加一个助动词 但是因为这个助动词 也是要根据第三人称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度就变成了什么? does does 加 yes 那后面再加这个not 是否定形式 所以您看这句话就变成了 He does not like you does not like you 所以这个后面这个like就不变了 您看这个like 是圆形 它不用加s 不变了 为什么? 因为助动词 度已经帮它变了 对吧 这一句里只要需要变一个动词就好 助动词 因为在前面离主语最近 所以它就变了 好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我比如说 我跑步 怎么说? I run 我跑步 I run 那我要说我不跑步 I do not run I do not run 是这么说 那我要说 他做饭 He cooks He cooks Cooks 为什么加s 第三层单数 对吧 下动词要变 那我要说 他不做饭 He does not cook He does not cook I 那你看到 这是我们当时讲的语法 对不对 He 当表示否定的时候 助动词就要出现 因为它是第三层单数 所以do变成 does 然后加not 表示否定 Cook 不变 因为助动词已经帮它变了 好 我们继续来讲 一件事 另一个助动词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can c-a-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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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can跟do 有点不一样 对吧 can表示 能够 你能够 这 能够 会表示一种能力 比如说 他能吃 she can eat she can eat 你能好 you can run you can run 对吧 这是表示一个能力 那您肯定问了 这can和do有什么区别 我们上学期讲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 他能做饭 但他不做 您看这句话怎么写 他能做饭 he can cook he can cook but he does not but but表示一个转折 就是但是 但是 but he does not cook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有这个能力做饭 但是他不做 表示一个客观状态 就是他不做饭 所以这就是两个注重词之间的一个区别 而且can还和do 有些不一样 我们刚才说了 他不唱歌 是she does not sing 那我要说他不能唱歌 she cannot sing she cannot sing 不是cans i 所以这个can can是不根据第三人称变化的 can永远是can she can he can 对吧 I can I can you can we can can 的状态不变 那我要说 我表示否定呢 您看在这儿写了 是can not 加个not 但是这个not 您看到吧 是跟can连在一起的 跟does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知道 这个怎么写都行 比如说 你说 can表示不能可以写成 can not can not 可以写成 can't 这个can't 这个peerty 就是之前我们也讲了的缩写形式 这个can't就是 cannot的缩写 还有don't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助动词 do do not 怎么缩写呢 do not d o n p r t d o n p r t 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do not 和don't 是一个意思 can not 和can't 是一个意思 那我说does not 也可以缩写 对吗 doe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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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not 等于doesn't 所以几个几个关键的 所以几个关键的记忆点是什么 do和can的区别 有哪些区别 do表示一个客观状态 对吗 can表示一个能力 他们都可以 都使用在主语和动词的中间 唯一几个不同点 do会根据第三人称变化 do变成does can不会 can跟什么人称都是can 他们的否定形式 当不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do就是don't 或者do not 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是does does not 或者doesn't can就是can not 或者can't 好 还有一个特别的 还有一个特别的 是do很特别 do为什么特别 当时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了 do做主动词用 也做单纯的动词用 当他做单纯的动词用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是做 做的意思 做事情 做作业 做家务 这些都是do 那当然了 当他作为一个单纯的动词用的时候 他要根据什么 第三人称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 我说我写作业 I do my homework I do my homework 这个do是一个实际的动词 它不是注动词 那我要说 我不写作业 I do not do my homework 您可能就是说 怎么有俩 do啊 对不对 I do not do my homework 好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我们刚才说了 注动词 如果 当注动词用的时候 它要用在主语和实际动词中间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 do not 其实是注动词 第二个 do my homework 的do 是什么 实际的动词 表示做 有一些绕啊 但是 但是道理 其实这个 这个规律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他做家务 He does housework He does housework Housework 是家务的意思 那我要说 他不做家务 He does not do housework He does not do housework 你看那个第二个度 您看啊 这句子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这个 does not 你们这个 does是什么词 就是注动词 主动词 第二个do呢 就是表示做 做的实义动词 那您 那我们还是遵循 我们刚才讲的规律 注动词 根据第三人称单数 已经变化了 所以后面的这个实际的动词 就不变了 所以是 He does not do housework 有点绕 但是这规律啊 我们刚才讲的 只要遵循这个规律 怎么变 都可以 好 我们继续来讲啊 刚才我们讲了陈述句 比如说 I eat He runs 我们也讲了否定句 I do not eat He does not run 我们这时候来讲一讲 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 我要 比如问别人的时候 怎么问呢 I 举个例子啊 底下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 我喜欢你 是什么 I like you I like you 那我要是问你 你喜欢我吗 Do you like me 好 这时候 规律来了啊 规律就是 注动词 加主语 加动词 加受歌 那么 那您看 遵循这个规律 这句话怎么 怎么说呢 Do you You like me Do 诸动词 You 诸语 Like 动词 Me 受歌 再举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你能跑 You can run You can run 那我们怎么变呢 Can you run Can you run 您看这个句子里 Can是注动词 对吗 You是主语 Run是动词 受歌可存在 可不存在 好 再最后一个例子 他吃苹果 He eats apples He eats apples 那我说 他吃苹果吗 Does he eat apples 好 你看这儿一个特别的 什么特别 因为是第三人称 难他 所以注动词 不能再写度了 度要变成 does 对吗 而且这个动词 动词是圆形 为什么 因为does已经变了 注动词已经帮他变了 这跟那个否定句很相似 对吧 he does not eat apples does he eat apples 永远是注动词 来根据第三人称变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 再举个例子 你举 他做家务吗 好 他做家务吗 我们注动词用什么 男他我们用男他 女他吧 换一个例子 女他 注动词是什么 does does 为什么does 因为是she 对吧 does she she 主语 do housework do housework 这难点是什么 有两个度 对吧 那其实也不难 为什么 第一个度是注动词 然后他要根据第三人称 she 变成 does 第二个度 因为前面那个注动词 已经帮他变了 所以他就是do 对吧 do housework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好 我们继续讲 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一个练习 您呢 要自己啊 把这个停掉 然后填一下 当您再点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开始讲答案 好 我们就开始讲答案了 我觉得这个题的 做法是什么 首先您要先判断 是用do还是can 对吧 然后再判断 他要不要根据 这个主语啊 是不是第三人称来变化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第一题 他能说英文吗 能 就是can 所以要用can 那我问你 can 根据第三人称变化而变化吗 不变 所以就是can she speak English 这时候是一个短语啊 speak English 是什么意思 说英文 我们上一课讲过 speak 是说的意思 后面基本上要接语言 speak English 是说英文的意思 好第二题 他喜欢狗吗 我们是用do还是用can do 为什么 我们都能喜欢狗 不是 是因为这个提干是表示一个客观状态 他并没有问这个人的能力 所以要用do 那他要不要变化 就要根据he he 是第三人称 所以do要变成 does 所以是does he like dogs does he like dogs 第三题 你喜欢可乐吗 是用do还是do 不是我你能喜欢可乐 是表示一个客观状态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事实 你喜欢可乐吗 是一个事实 不是表示 你能行 不是一个能力 所以用do 那些是you 所以do不变 还是do do you like coke coke是什么意思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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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题 你能教我中文吗 你能教我中文吗 你看见能 你就 是什么 就有一种表达 你能教我是一种 表示能力 对吧 表示能不能做这件事 所以用can 然后这主语又是you 所以can 还是can can 跟所有的主语都是can 对不对 ok 他有朋友吗 他有朋友吗 does she have friends 是 是 do 这两个主动词 肯定选do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状态 所以用do 那因为是she 所以 do要变does does she have friends 好 我们继续来讲 我觉得下边好像还是一个练习 还是一个练习 您呢 还是把这个停掉 然后呢 自己写一遍 我们回来对答案 我们开始讲答案 第一个呢 先修改一个错误 这个题干应该是you 这个空格后面应该是you 好 第一题呢 是你爱你的妈妈吗 这是do还是can do do 因为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嘛 对不对 所以 而且又因为是用you 所以就是 do do you like do you love your mom 这个your 我们还记得吗 是什么呀 所有格 所有格啊 是你的所有格 表示 你的 好 do you love do you love your mom 第二题 他们打篮球吗 他们打篮球吗 是客观事实 所以用do 对吗 do they play basketball 因为是they do也不用变 就是do do they play basketball play是什么 打 打 打 basketball就是篮球 第三题 你会开车吗 can you drive 因为是会 是会 能力的问题 所以是can can 跟所有的人称都是can can you drive drive 就是开车 我们可以去迪斯尼乐园吗 can we go to disneyland 就是可以 对 是能力的问题 就是我们能不能去呀 我们可不可以去呀 所以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且不是不是一个客观状态 对不是一个客观状态 也不是一个事实啊 所以用can 这个we是我们对吗 所以当然了 can跟谁都用都是can can不变 好 我们继续来讲 讲了半天触动词啊 它的变化呀 它的用法语法 我们来讲一讲一些职业 常见到的一些职业 有一些词肯 大家之前都已经学过了啊 但是我们来复习一下 学生怎么说 student 这这一列有点不清楚啊 我帮大家写出来 student 这我们应该学过 学生对大家都是students 那我说好多学生怎么怎么变化 students s加s 这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学过单数变复书 怎么变 对吧 student变成students 第二个呢 babysitter babysitter 是保姆 就是帮助看孩子的啊 babysitter baby是什么 baby是宝贝 就是宝贝 小孩 对吧 sitter 您看这个词啊 sitter 就是照顾他 看着他 所以就是保姆的意思啊 那它也是 如果是多个 它的复数性是 试试试试 好 第三个 baker baker是什么意思 做面包的 做面包的人 我问你bake 你看 不加r的时候 bake bake 就是烤面包 加一r就是烤面包的人 对吧 所以就是面包师 面包师傅 这个也是 如果变复数 就是加s 大多数名词 都是直接加s 好 第四个 Vet Vet Veterinarian 就一个兽医的简称 对吧 是Vet 兽医 Vet 那我要说好多兽医呢 Vets Vets 就好 好 下一列 下一列 第一个词 男演员 actor 如果变复数呢 现在人 无论是男的 还是女的人 都叫actor 第三列 有一个是 actress actress 是女演员 如果您要说 多个女演员 就actress but 周说什么 周说现在已经 部分男女了 大家都是actors actors 就是演员 就是部分性别 好 警察 警察 怎么说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police 是什么意思 警察 police 你看那个 警察站呀 然后或者说 警察身上穿的衣服上 都写着police 警察的车上写着police 其实就是警察的意思 police officer 这时候强调的是 就是真的 做警察的那些人 那些警官 是 police officer 消防人员 firefighter 你看这词有意思了 怎么有意思 fire 是火的意思 fighter 是什么 跟他战斗的人 战斗 打架 跟火战斗的人 就是消防人员 是一个词 firefighter 好 这个也是加s 刚才这个police officer 也是加s police officers 就可以了 下一个 护士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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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加s nurse nurse actress 我们刚才讲了 女演员 现在大家都是 不管男女 都是actors actors 好 律师 lawyer lawyer 这词也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law就是 法律的意思 law law法律 加上一个 y-e-r 就变成了 就是去 维护法律的人 就是律师 对吧 就像baker 就像baker 下面这也一样 对吧 银行家 银行怎么说 bank bank 加个-e-r 哎 就是在银行工作人员 就是银行家 对不对 这些词都是一样的 加s 加s就好 好 总统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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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加s吗 president president 医生 这是最最常见的啊 doctor doctor 也是啊 也是加s 多个医生 就是doctors 作家 author author th要叫蛇 author authors 好 牙医 你们别 在中国里 咱就说 都是医生 都是doctor 但是国外呢 一般都是 具体的 这个医学门类 它会有不一样的叫法 那比如说看牙的医生 您就不能再管他叫doctor 如果您叫他doctor 估计他也明白 但是他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名词叫 dentist dentist 牙医 也是多个牙医 就是dentist 好 那营业员 卖东西的人 怎么说 salesperson salesperson person 就是人的意思 sales呢 卖 这个复述是salespeople 复述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变化 对吗 名词变复述 单数变复述的时候 person指的是一个人 多个人呢 就变成了people 大家复习一下 大多以person结尾的 大多是变people的 所有的比如说salesperson就变成salespeople 还有什么person吗 想不出来现在 没关系 我们继续 我们让重的带着大家 把每个词都读两遍 然后练一下发音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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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s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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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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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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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or Police Officer Firefighter Nurse Actress Lawyer Banker President Doctor Author Dentist Salesperson 好,我們繼續 下面呢是一個練習,就是讓您來描述用一下我們剛才學到的這些職業名詞,來介紹一下您的家庭成員,比如說我是做什麼的,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或者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做什麼的。 在您寫之前呢,我先給您說一下這個語法怎麼用,這兒一個例子,比如說,我的兒子是一個律師,這個語法就是主語加必動詞加名詞,這個名詞就是我們剛才給 這個給大家講的,表示職業的名詞,那這個開給的一個例子,是不太一樣,有一些不一樣啊,您看這個retired的,它不是一個名詞,它是一個形容詞,這是一個形容詞,形容什麼?退休。我是退休的,相當於我已經退休了。 好,所以呢,您可以介紹職業加名詞也好,或者說您說我已經退休了也好,來寫一下,寫三句,介紹三個人的職業。 而且那個A,你必須得有。 對,這個A,必須得有,你不能說。 My son is lawyer,不行。 對,律師,他是一個律師。 好,我們來寫。 好,我們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寫的例子。 第一句,最簡單的,我說我媽媽是一個老師。 我媽媽怎麼說? My mother, my mother, B動詞。 is。 因為我的媽媽是一個人,是一個單數,對嗎? is。 一個老師。 a teacher。 a teacher。 所以這句話說出來就是。 My mother is a teacher. My mother is a teacher. 第二個例子我們寫,就稍微複雜一下,複雜一點,想給大家就是介紹一下,有哪些可辯的這個因素在裡面。 我們說,她,女,她,女,她的父母,怎麼說? Her parents。 Her parents。 是幾個人? 兩個人。 因為父母雙方嘛,對吧? Her parents。 她的父母是,這時候的B動詞是,因為是兩個人,所以要變成? are。 那因為又是兩個人,那就是兩名醫生。 所以就不能是a doctor了,就得是doctors。 就是這句話的中文是,她的父母,兩個人都是醫生。 所以英文是,her parents are doctors。 her parents are doctors,關鍵點啊,are,還有這個s。 好,最後一個例子是,男他的妹妹是一個護士。 his sister is a nurse. his,男她。 他的男她的所有格,對吧? his sister,我們之前學了,對吧? 姐妹。 is,為什麼是意思?因為是一個人。 a nurse,一名護士。 好,不管您寫的是什麼啊,我覺得關鍵,關鍵點,是注意B動詞的形式,是用意思還是二,取決於您介紹的是一個人還是兩個,還是多個人。 嗯。 還有後面是,是一名教師,這個啊不能漏。 如果是,比如說兩名醫生,或者多位醫生,或者多位要變成,名詞要變複数。 這是幾個關鍵點,您需要自查一下。 嗯。 好,我們繼續。 各位,大家講了一些名詞,我們再給大家講一些常用的,常見的動詞。 啊。 啊,我們開始。 第一個,煮或者做飯。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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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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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定要出去發音啊,不是sing,是sing,嘴很小。 sing。 嘴,這個腔也很小啊,sing,很癲這個詞。sing。 sing。 游泳。 sw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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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跑。 run。 run。 跳舞。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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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寫作啊,寫東西的寫。 write。 write。 開車。 drive。 drive。 飛。 fly。 fly。 oh,we should say the like,第三人稱。 啊,可以。 那七個都是加S。 我們給大家這個咒說啊,就是說,給大家寫出來這個,這是圓形,對吧? 我們給大家寫出來,跟第三人稱單數一起用的時候怎麼編呢? cook變cooks。 sing變c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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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變c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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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jump, jumps, jazz,制作,比如说 make,比如说 make什么,铺床吧, make bed, bed是床,铺床就是说整理一下,叫 make bed,怎么变呢, jazz, he makes bed, he makes his bed, he makes the bed, play, play, play jazz, plays, he plays, he plays video games,您还记得我们当时讲的play为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它是y,但是前面y,前面是a,a是原因之一,a,e,i,o,u,原因之一,所以呢,y,这个变第三车单数说不变,aj,s就好,不用什么ies,这跟fly不太一样,好,ride,ride是骑车,骑自行车怎么说, bicycle,ride a bike, ride a bike, ride a bike, he rides,就是jazz, he rides a bike, bike就是自行车的意思,单车,好,这个ride 变成rides,吃, eat, eats,他吃, he eats, 好,这块就讲完了,您要多跟我们多说,多念,多读啊,我们继续, 这时候呢,要讲一些跟刚才讲的这些动词连在一起使用的名词,比如说,钢琴是什么,piano,那我要说弹钢琴呢,play piano,play piano,play是玩,弹,打,都是,play, 好,麻将,打麻将,打麻将,对吗,也是play,也是play,play mahjong,对吧,scarf是围巾的意思,知道吗,围巾,那我要说戴围巾怎么说呢,w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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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carf,wear是什么,穿,戴,戴,戴,我这戴太难行了, 穿戴,穿戴啊都是we wear,wear a scarf,戴围巾,guitar,弹吉他,弹吉他,play,instruments are almost all play,play guitar,所有的乐器基本上都是play,play guitar,play piano,对吧,都是play,play guitar, Or, uh, 糕点, pastry, pastry, pastry. 那我说做糕点呢? Bake, bake pastry? make a pastry, bake a pastry? 这我说, bake and make都可以。 都是做,或者是烘烹饪。 蛋糕? Cake, make a cake, bake a cake. if you're putting it in the oven, then it's bake 烤蛋糕就是bake,不用烤,只是用手做,就是make bake a cake,make a cake,都可以 soccer,踢足球,play soccer 脚踏车,自行车,bicycle,ride a bicycle 火锅,hot pot,吃火锅,eat hot pot 打篮球之前讲过,play 基本上所有的运动,球类运动,尤其基本上都是play play soccer,play basketball basketball 廣东话 cantonese speak speak Cantonese 因为它是一门语言,对吗? 普通话呢?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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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普通话也是speak 嗯 这个要给大家澄清一点啊,就是您可以说 i speak chinese 人家问,你说什么语言啊? do you speak chinese 您可以说 i speak chinese 这个 chinese 底下的细化分啊,两大类啊,就是广东话 和普通话 cantonese 和mandarin 人家问你,do you speak mandarin 啊,您要是说普通话,你就说yes i speak mandarin 你要说,不不不,我说广东话 no, i speak cantonese 啊,这两个就是,其实就是 chinese下面的两个细的化分 嗯,好,我们再讲几个形容词啊 高低快慢 高,high high hit 之后就是gh h i li c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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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c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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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跟您说英文,您没听见,您让他再说慢一点。 您可以说什么? 您看这slower跟slow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slower是slow的比较急,表示更慢一些。 请说的更慢一些,please speak slower。 这样的话,如果你没听清,您可以跟这个人说这句话,让他再说一遍。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讲。 总共是一个对话,给您的一些中文提示,您要根据中文提示填扣。 好,您应该要自己写一遍,不能直接看答案。 回来以后,我们直接讲答案。 我们现在开始讲答案。 第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对话形式。 我问,这个能游泳吗? Can jake swim? 能是can,表示能力,对吧? swim是游泳,我们刚才讲。 Can jake swim?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对话形式, 我说,嗯,他可以。 yes,he can. 这是我们一个最标准,最简洁的回答就是,yes,he can. もし,是可以。 就是,yes或者能。 或者no,o,他能. 他能,或者是不能。 他能,或者不能,直接是he,he is 一个指代, 指代的是jake。 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一遍者可。 然后can直接加注动词就好。 说完这个太子,接它注动词。 所以最简洁最直接的回答 Yes, he can 是的,他能 那如果您想回答完整句 我说这可可以游泳 这可能游泳 您也可以说 Jake can swim 再举一个例子 Do you like to play mahjong? 你喜欢打麻将吗? 这时候说do还是can先说 do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你喜不喜欢 而且不是问你能打麻将吗 对,它并不是说表示能力的 所以是do you喜欢like to打play mahjong play mahjong是打麻将 之后我们会讲这to 因为您可能观察到了 这like和play在这个句子都是名词 都是动词 动词接动词 动词是不能直接接动词的 必须有一些变化 这里面介绍的变化是to 中间加个to 可以 我们之后还会讲别的变化 但这块您只要是理解 后面是让您填打麻将 这个动词就可以了 play mahjong 在回答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最直接简洁的方式是什么? Yes, I do 是我喜欢 Yes, I do 我要说完整句呢 I like to play mahjong 完整句 我喜欢打麻将 我的建议是 您两个都可以记一下 但是如果您记不了那么多 就记最简洁的那个 Yes, I do Yes, he can 那我要说不 我不喜欢打麻将 怎么说呢? No, I do not play much I don't No, I don't No, I don't 就这么简洁 那我要说上面这个例子 说不,他不能 怎么说? No, he can't No, he can't 就这么简单 不用太复杂 记得好 我们继续来讲 最后还有几道题 大家也自己填一下 我们回来讲答案 好 给大家讲最后几道题的答案 你来说论文吧 它会煮火锅吗? 它会煮火锅吗? 这个会直接就表达了一个能力 所以是can't 那煮火锅呢? Can she make hot pot 或者cook hot pot? make或者cook 都可以 hot pot Can she cook hot pot? Can she make hot pot? 如果说不,他不能 No, she can't No, she can't 我要写完整句呢 She cannot make hot pot She cannot make hot pot 或she can't make hot pot 看看您,您要是简约达 就是不,他不行 或者完整句 She cannot make hot pot 这次题,他会说普通话吗? Can he speak Mandarin? Can he speak Mandarin? Can 表示能力 他能不能说普通话 就是固定搭配 Speak Mandarin 然后我说是,他能 Yes, he can Yes, he can 或者he can speak Mandarin 完整的答案就是 He can speak Mandarin 最后一个 Joyce 能,或者会骑脚踏车吗? 会骑自行车吗? Can Joyce ride a bike? 能力 Can 机器叫大车 Ride a bike 我要说是,他会 Yes, she can 或者说 Yes, she can ride a bike 或者说 Yes, she can ride a bike 看您简单的呢 有简单的说法 直接yes或者no 然后加什么代词 she, he, you, I 都可以啊 嗯 再接助动词 对吗? 完整的就是 把这句话完整的说法 Yes 主语加助动词 加动词 加名词 完整的说法 嗯 好,今天的我们课就到这儿 啊,谢谢您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